又到了十年都不逢一润的模型学堂 今次会说两件事 第一是如何用最少的钱可以砌模型 最少的钱的意思是用最少的工具 第二是邪道烧光 这条是新手向片 即是给一些没有砌模型 或者砌模型一副半副模型的人 第一件工具当然是钳 一定要钳 基于新手的关系 God Hand是No的 No 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God Hand太脆弱了 新手的话 我认为你不幸运 十夜八夜都没有剪到 你已经弄坏了 我推荐的是这两把 双星 123和35 123是很基本的 它不是最基本的一把 这一把是 我觉得是万用的 35是所谓的金剪 最基本的一把 其实是这把 1 这把1 我完全不推荐 因为真的很贴 很贴 很贴 你拿上手的东西 你已经不想砌 所以1 是完全不推荐 不要搅拌 那么 两把 1、2、3 3 35 通常1、2、3 就是剪二件出来 35就是贴着它再剪 如果你是新手 你不想花太多钱 你只可以买一把 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用考虑了 35歐 123 买123 为什么呢? 因为123的好处就是 它尖 长 和薄 你看到35 它的头 它的头 虽然也算是差不多 但它也稍微扁一点 它也不薄 它是厚的 比较厚的 和它是短的 有个问题就是 不是每天都伸进去剪 剪轻更加不用说 这把的好处就是 尖长薄 所有的位置都可以放进去 剪出来 如果你有砌 多么人就明白我说什么了 35不是那么不好用 在剪件件出来的时候 剪轻更加不用想 如果你只可以买一把 123 但如果你123买不到 要买其他品牌的话 因为我没有用过 我无法推荐给你们 如果你真的买不到123 你要买其他品牌的话 你也要记住 尖长薄才好 新手砌模型 剪件出来的时候 最好是做好手砌 不要做坏 我用这件件来做 通常都是不要贴着它剪 在外面多一点点剪 我这把123来的 多一点点剪 多一点点剪出来 接着 才用适量的 例如35 贴着它 我离得太远 我不剪 我看不到 贴着它这样剪 因为你是新手 你不会有剪 一个比较 所谓 我又不可以说正确 一个比较稳定的做法 就是 你用123剪一剪 后 你想用另外一把剪 或者用23 你不要贴着它 留一点点位 剪掉 一点点位 然后才慢慢批 用刀批它 或者挫 或者磨 这个是比较 我又不可以说正确 比较安全一点的做法 如果你不听话 你有买了一把鞋鞋 你是新手 记住 里面有鞋鞋鞋 一定是贴着它来剪 一定贴着剪 不要离开一点点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你想想 你买了一把鞋鞋鞋 你不贴着它来剪 你买了一把托吗 当然有些位置不可以贴着剪 通常推进器是圆 圆的就不可以贴着剪 你一定要留一点点 要不然要剪掉它 好了 新手继续模型 当然什么都不会做 一定是直接拍 然后做一点点美化 你剪了件件出来 当然要滲线 通常滲线有两个做法 要是有些人喜欢整整整片拍了 才滲线 有些人喜欢逐件件滲线才拍 我就是属于逐件件滲线才拍 很多人都会说 你没有朋友直接滲线 是会爆胶的 很多人有这样说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事实 但是我滲过这么多 当然是没有朋友的情况下滲线 你要买这些滲线液 我认为有四种 淺灰、深灰、啡色、黑色 因为新手的话 你当然不可以买这么多支 我便建议买一支 淺灰、深灰 深灰基本上可以滲线所有东西 黑色滲线液我便不太推荐 因为有些淺色的件件 你这样滲线液 它是很假的 深灰是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不用这些滲线液 你想自己混合 可以吗?可以 你买enemo油 enemo thinner 另外还要有一个空的瓶 其实这些滲线液 就是enemo 它是开希了的enemo 所以你这样滲线液 一样可以 不过你这样买法 应该比你买一支深灰液 所以作为新手便不好了 就这样买一支便算 买深灰色 那么滲线液 第一件事是奥运它 大家记住 这些滲线液 enemo油沉底沉得很快 你滲线液了它 滲线液了一两件件件后 最好吸回它 再滲线液 否则很快就沉 你滲线液的时候 滲线液会比较enemo 可能这样的关系 可能会整裂它 我现在在砌置固号 我现在用置固号来做示范 其实正常来说 我应该买一盒新的模型 然后整只做一次给大家看 但因为只要在砌置固号 我实在没有位置可以再砌另一只 而且这样做的话 对我来说 成本太高了 搞不定了 view数已经是低了 真是亏死我 滲线液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仍然会喷油 所以我都不滲得那么仔细 不断叫做见到就可以了 没有爆胶的 滲完之后 当然是让它干 它干得很快 5分钟、10分钟 抹到干 等了一阵 它是干的 要抹 因为新手的关系 我建议就是 进去厕所的药箱 拿一张Q-Tips 出来抹 便宜 虽然是差一点的 不是差一点 是差很多 无形用的棉棒就贵 新手就算了吧 因为我没有Q-Tips 的关系 我只有无形用棉棒 我唯有用它 抹的时候 不要用Enamo Thinner 因为可能是爆胶因素之一 所以用这个 它不太好买 Sippo 火机油 又便宜又大支 也不知用多久才用得完 便舍上去 胡乱地拆 我现在来得太远 没有戴眼镜 看得不太清楚 老眼分花就是这样 基本上 拆了它 你不用怕爆胶 因为它不会爆 我记得我十四五岁的时候 我买了BANDAI出的好小价 七价出来这么小价 那些大和号战纜 那些好像是迪蓝 绿色的 整只拆 只拆完之后 我便要拆掉这些 拆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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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爆胶呢 我真的未试过爆 那这样便完成了 漂亮 接着要做的就是 邪道烧光 那些人不喜欢塑造的关系 是因为塑造的 膠味是重的 而且你会见到一些水纹 不太努力 既然是一个新手 在我这条片的建议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做 你当然不会噴烧光 你一噴烧光 可能你家里又吵圆巴闭了 或者你去后楼梯噴 很麻烦 香港下楼梯通常是湿焗的 你一噴就白化 即是很麻烦 怎样替它烧光呢 很简单 拿到海绵砂纸 最好就是拿一些 砂纸幼一点 我这辆2500 你不要拿400 去磨 你一磨掉些东西 走不掉 你的主织就是什么 磨花 一路打一圈 磨花 因为它是2500 它不是怎么磨得走的东西 你会看到 基本上是烧光的 和你喷烧光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边是没有烧的 你会看到 另面有水纹 这边是没有的 你可以再去 你不要这样磨 磨完角 这样 这边位这样 打一圈 当然打完之后 我现在老眼分化 离得太远了 你只可以检查 哪些位置没有磨得到 你就数两个 是吧 你就会看到 基本上 变成是瓦面 你是等于做了烧光 而且这个方法 会比喷烧光好的 就是你不会磨 你白化了 我会说 你没得够 除非你洗剪 但是你洗剪 你又要买东西 那就浪费了 这个邪度烧光 是很好用的 另外可能你会问 我究竟先浸了线 还是先磨了线 你见到我浸了线 才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磨的时候 其实你多有都好 你也是磨花了面 你磨花了面 光截射就转了 你就见到眼面 当你磨花了之后 然后浸线的话 你浸了线 有机会浸到这些位置 因为它花了 你抹的时候 浸出来的位置 你未必能抹掉 很多时候会有空 所以记住 浸了线 才磨 我们先复述制作流程 第一件事 我们将后 滲出水 Rot 涨 沸了线 浸出来 使用它用画面胜 可以洗几水 浸出来 给它叫它 我現在不能整天砌出來給大家看 沒辦法,超低成本製作 這樣的方法砌出來,大約會是怎樣呢? 大約會是這樣的 當然你不會去到我這個那麼漂亮 因為我全打磨,全噴油,再全燒光 但是用這個方法砌的話 你大概有五成的效果 可能你會覺得,五成那麼少 大哥,你沒什麼付出 你又五成,你能撿到 而且你這樣砌出來,新手的話 特別是滲了線,加上斜度燒光 你的滿足感是大很多 然後你就會繼續砌下去 其實有這款五成我也覺得很好 買哪款模型來練習好呢? 對呀,閃娜呢 如果大家未看一段影片的話 光顧一下,砌得很辛苦 我是不會推薦剛才那款新的HG的渣鼓 因為它沒有什麼位置給你滲線 我覺得未必會過人 我是推薦HG ORIGION的 譬如黑色三連星 本身都很漂亮的 它亦有很多位置給你滲線 黑色三連星好像有幾款 你就隨便買一款 新手要付出的都算是不多 組織模型 這位置1,2,3現在難回 我想都要兩塊了 如果買了35,那35也要兩塊多了 火機油便便宜了,五金譜 20元而已 這個35也算是挺草的 這包也不算是20元而已 一包有兩條 這樣便可以組織了 出來燒光了,你看看 你還想怎樣 這次這條新手片又差不多了 其實我真的 說了想拍PRIMAR SERVICE 說了一年多還未拍 不知道何時才有機會拍 這條影片差不多了 未訂閱的幫忙訂閱 繼續幫忙看看廣告和分享 我們這次就來到這裏